我来到了新加坡了 KODO TV 哈喽各位我是KODO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我在新加坡的第二天 这集影片我将于示牌给大家看新加坡 非常平价的一些美食小吃 光顾一些著名的景点 那这集影片的话呢 不算是什么攻略 我比较喜欢在新加坡 慢慢的散步这样子走走逛逛之类的 那如果你们喜欢这集影片的朋友们呢 记得先按这个底下订阅关注哦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是全球绿化覆盖率最高的小国 经常听人说 新加坡太小了没有好玩的 你确定吗 虽然说新加坡国土面积不大 但它散发出了浓厚的国际化氛围 从世界一流的尸城 与尾诗对面的奢华滨海湾金沙酒店 张一机场震撼的瀑布 历史文化古老街区 等等著名的美食购物打卡知名地标 新加坡在短短的几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它拥有了许多值得体验的旅游玩法 加上语言没有障碍 很安全 所以说非常推荐自如行 不需要赶行程 出去玩嘛 开心还是最重要的 早安各位 来到新加坡呢就一定要吃早餐烤吐司还有海南茶 这一次呢我来到了新加坡 并不是要吃的亚昆牌子 因为在日本都吃得到了嘛 所以呢我这次要吃的是在新加坡非常有人气的东亚餐室 它的店超级的好润 从早上七点钟呢营业到晚上十点 我们现在呢是最早一班的人来到这里打卡了 因为担心说迟来的话呢会拍到很长很长的队 我们坐在这边附近的话有好处就是我们直接不幸来到这里吃早餐 超级方便 看它的菜单就是这样子的早餐 来这里就是要吃它家的招牌开亚吐司 而且价格也不会很贵啊 就这样子一个套餐然后加两粒蛋 就五块八新币 七点钟了开始营业了 我们进去店里了 谢谢 哇它的鸡蛋怎么摆在外面 你在柜台那边点餐付费好了过后呢 要在那边自助取餐的 这里还有饭售椰浆饭 它椰浆饭超级的大包 弄好了 还有鸡蛋 谢谢 这是果皮C 这是我点的鸳鸯 如果大家想要喝果皮原汁原味的话呢 一定要点果皮C 它的店铺它不够印度格 因为它们共够是印度格 这是我点的鸳鸯 茶跟果皮 还有炼乳 口感完全不一样 花丝感觉的 我刚刚点了只有一份呢 是单点的 就是这一个蒸面包 超软的 这一份的话呢 也就是酥脆薄片吐司 它真的是超级的脆 超薄超薄的 这份的话呢 就是传统的开芽吐司 那它会给我们这个三个盘子呢 这个是鸡蛋打出来用的 这两个呢 是放在伸手蛋在里面吃这样 打着鸡蛋的时候呢 它这个熟度呢 是刚刚好的 就很轻松可以敲开啊 那个鸡蛋的 放胡椒粉跟酱油 它的蛋黄超大顆 第一个吃法就是我们只是单吃伸手蛋而已 第二个吃法呢 把这个吐司这样的沾着伸手蛋一起吃 真的是超级的美味 一咬下去就是酥脆爽口的 它的开芽吐司不会吝啬 在这里真的是可以吃到了 真正新加坡传统的这个开芽吐司 它对面有一家小七 就真的heritage的感觉 我超级的喜欢 OK吃饱了 现在呢 我要去到 Merlin Park 新加坡地标鱼尾斯 我是从我的住宿呢 慢慢步行过去到鱼尾斯那里 需要25分钟 这整条呢就叫 施密施街红灯区 这边有个壁画很美耶 啊柯南 柯南哦 这南洋老咖啡 是新加坡的老招拍来的 它的咖啡在马来西亚也有卖的 超级的出名 真正的食理店不在这里 没有想到超级的漂亮耶 这么大间 南洋老咖啡 好像那个王家有来拍过 就是纯手工冲爆的 独特的一个咖啡 很多外国游客都会拿来做伴手领的 这条路直直正对面就可以看到 珍珠坊和住宿区了 下面是店铺来的 再来看看这旁边的这壁画 好漂亮哦 哦 就在这个印度神庙对面而已 现在我经过的这就是新加坡的印度庙宇了 我们有8分钟就到了前方 也就是来博士Refless 这边地区叫Bokui Bokui Bokui 来往这里看哦 这整排哦 晚上都是酒吧 超级热闹 而且呢 这边晚上的时候呢 全部都会开灯 非常漂亮 好热烈啊 还有一个我在这里呢 发现到有一台超厉害的 橙子自动贩卖机 它一杯这样子是新币3块钱 天气实在太热了 买一杯来解暑一下 它在运作这了 看到吗 它的杯子在上面 是冷的耶 我的橙子终于好了 无糖的橙子 干拜 橙子超好喝 每家糖都很甜的 超新鲜的 这里超美 很有欧风的感觉 我现在在地理位置 也就是富利顿酒店 它是五星级的精品酒店哦 对 看上方都挂满了 新加坡的国旗 Hi Singapore 它是新加坡著名的历史建筑 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哦 这里也是吸引了很多游客都很喜欢过来 这里打卡拍照的 走到这个吊桥呢 也就是古吊 嘉文纳桥 它是新加坡古吊桥之一 伴随了这个新加坡的河畔 所以穿越这个嘉文纳桥的过后呢 对岸看到超多的景点了 OMG 这里超漂亮 眼睛就可以看到这个 滨海湾的金沙酒店 还有这个摩天轮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橙子 然后还有榴莲 榴莲建筑 看到全部好多两大巴来到这里了 要赶快冲过去 从这个桥走过去 就是可以看到超巨大的鱼尾丝了 开这个每个鱼尾丝都好 到鱼尾丝去拍照 到了 到了 各位 眼睁眼睁眼睁眼 OMG 好多人 是越南的团友 越南团友 水是在那边喷来 没有喷上我一下 然后咱们在这看一下 这个大地标 鱼尾丝是一定要来打卡的 这里超疗愈 第一次看到Marina Bay Hotel 超级的壮观 实在美到不行了 中国大马来了 没有想到这个鱼尾丝大地标 人潮有爆多 中国跟越南游客超多 这观光人潮 太吓人了 为了想拍这个鱼尾丝 这整排都占满的人了 这里一直喷水 哈哈哈哈 这个喷嘴好舒服哦 哇 这个导游很厉害 他知道说这里是拍照的绝佳景点 要示范给大家看 如果你想我的服务员 哈哈哈哈 来吧 来吧 开 开 开 看下什么 看下什么 好厉害 这是很专业 比我们还更专业 超级的 OK I got you I got you 这里还有一个小制的鱼尾丝 超可爱 拍完了 鱼尾丝实在太热了 我要买这个水果饮料来喝 85号 是我的吼 它对supervitamin 终于给我找到了 夹冰干冰淇淋的阿伯了 这好专业呢 在放线 饼干 它可以让你选择夹雪糕 饼干或者是夹面包的 谢谢你 谢谢 童年回忆 你们喜欢吃榴莲雪糕吗 甜甜的榴莲味 哈哈 榴莲味道超浓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个人超级推荐 来到新加坡牛车水附近 最值得去打卡的一家甜品店呢 就是糖水铺 我个人是超喜欢吃糖水的 这一家糖水的话呢 又平价又美味 就是在这个珍珠大厦 二楼里面还有food court 然后还有亚昆kaya toast 好多东西吃耶 这里 来到新加坡一定要试试 他们道地的糖水 真的会让你心心念念那个味道 尤其是我超喜欢吃的豆酸 整对面这一家 超多人 超local的 光看啊 这个menu都超诱人的 那一面的话呢 是有分热饮品 另外一面的话呢 是冷饮 看了都烟花缭乱了 因为它的糖水的品种实在太多了 它还有煎堆 这边还有红豆冰 港式的羊汁甘露 它还有怪领构哦 我要两份的豆酸 核桃芝麻 印尼加黑糯米 来了来了 我先试吃这个核桃芝麻 哇核桃很香 超美味 新加坡人真的很喜欢吃糖水 饭后一定要吃甜点 核桃跟芝麻 很有花絲的感觉 在日本完全吃不到这个玉米的味道 太满足了 它的玉米完全不甜了 它这个糊它弄到超级的香 吃下去那个口感就是润滑的 我果然没有点错 如果大家喜欢吃黑糯米 或者是喜欢吃玉米的朋友们 一定要点这一份 合并口味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一份 新加坡人都超推荐 我自己也超喜欢吃这个糖酸 超多年都没吃了 所以我一来到新加坡 我已经列好那个必吃清单 也就是豆酸 这个腾腾的豆酸呢 加上这个油条 真是好吃到不行 这里的座位并不多 大家想要来吃这一家糖水的话 一定要越早到越好 很多老百姓都喜欢来这里吃的 这就是平价美食 嘿各位我现在在这地方 也就是新加坡的唐人煎牛 牛车水 这整条街呢 就是牛车水的街市 超级的好逛 这边有卖了很多 新加坡当地的土产 这牛车水变化很大 小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 完全不是这样的样貌 也认不出牛车水真正的眼貌 这洞伴障美 我现在在牛车水大厦这里 看看我的左边 全部站满了 好老人家 全部坐在那边围棋 还是没有变过老样子 他就是在这个Buddhistembro这里而已 对 我又来到Maxwell Food Center这里了 昨晚来吃星星的海南鸡饭 今天就是要来吃大家评价最高的甜甜海南鸡饭 今天没有人排队啊 还是还卖完了 是这一档哦 这一档哦 排队明天的海南鸡饭 这里点餐哦 你给我一个鸡饭中的 对 这两档都是他们的 然后呢 那边点餐 付费的话来这边领取你的鸡饭 来一个 来 来来来 天天的海南鸡饭 今天买了天天海南鸡饭更不用排队 他这个档口的调配料的话呢 只提供了一个辣椒酱而已 他的鸡腿呢 直接放在饭的上面了 我们来看看这香米 那米饭是比较粘稠的 昨天吃的那海南鸡饭的话呢 是比较有新加坡的特色 就是有三个鸡肉特色 让你搭配在你的饭 现在呢就是要试吃他的鸡啦 搭配这个辣椒 好料就在于他的辣椒 真的很好吃 他辣也真的很辣 嗯 他的鸡是真的很嫩很滑 这香米饭就比较酥一点 他是把全部的这个酱汁淋在这个饭上 可能我只是单点的关系吧 所以他没有附一碗汤 新加坡实在太热了 我已经喝了超多的水了 还是觉得很口渴 我刚刚在后面那小妹茶 是小半口外面点了一个干涩汁 我的grab来了 yes Boogish Market 我们打Grab的下来就是为了要到Boogish这里吃椎贵 新加坡椎贵有超级想念 我妈跟我两个完全认不得 因为外面茶也都玩 我们想吃椎贵 你再到个楼 然后走到这个街上好像太国籍 我突然间好像来到了Dai Lian 好凉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安帝 差点抽到那里 我写着很大副条 请物位格子 我有印象这里 一楼这里是巴萨的 我记得 最贵没有开 哎呀 哎 这边也有卖糖水啊 甜品之家 我要吃的椎贵没开店 这么多档 只有一档的椎贵而已 没钱啊 这很便宜啊 我的天 我以前小时候一直吃了甜品站 这一档的糖水超好吃 它完全没变到 价格的话是一块三的 可是起了五毛钱的新币 还是很便宜啊 比我们刚刚去吃的那一家 便宜好多 来到新加坡就是要吃椎贵的嘛 吃不到椎贵 有点不甘心 新加坡朋友 如果你们看到这部影片的话 可以推荐我一下 在新加坡 哪里可以吃到超好吃的椎贵 底下留言 介绍我一下好不好 我是很多安爹 这只出来卖花 完全没变到了 观音堂 在我的右手边这里 来拍拍一下啦 毕竟都来到Bukis这里了 多年没来了 这里上香方式 习俗方面的话 都跟马一下差不多一样 香脂免费 好 各位我现在已经在新加坡的机场了 要准备回马来西亚 这一次两天一夜在新加坡旅程 真是让我充满了好多回忆 又带爸妈两个一起来到了新加坡 完全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希望下一次的话呢 又可以有机会来到新加坡旅游 因为两天一夜实在不够 所以这次回来到新加坡太开心了 我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期的影片 在这个底下 另外按个订阅关注 打开小铃铛 记得这个带不订阅 按这个铃铛分享 我们很快下一期的影片再见 拜拜 好我现在要去退还这个EasyLink卡 拿回这个抵押金 抵押金拿到了10块钱 新币 对 好我现在在Terminal 4这里了 然后要准备登机回家 拜拜 新加坡 已经过安检了 哇全部都是大牌的护肤瓶耶 哇这边还有Best Buy的系列 连Terminal 4出发的这一个机场 都坐到这么的豪华 太好看了啦 然后还有TWMG 这边还有香港的点心 上面就是International Food Hall 就是这边的码区 最近我这里有一个小型的区别 很好吃 好多吗 宜萍 好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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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的